中央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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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非常歡迎各位來賓 出席由新加坡中央會館聯合總會舉辦的 十落坡記憶活動之四 新洲四才子座談會 今天 麗麟座談會的嘉賓有 中央總會代表李炳軒先生 華族文化中心總裁 朱天壽先生 華儀館館長 周明女士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 潘宣輝先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副所長 黃堅利博士 黃堅利博士 稍後也是本次講座 討論時段的主席 我們也非常歡迎四位演講嘉賓 柯慕林先生 葉若施小姐 何毅凱博士 和林偉毅博士 為了配合今天的座談會 國家圖書館 將在今天下午五點十五分 為正在七樓與八樓長廊展出的 浪漫與革新 南橋失蹤秋書園展覽會 舉辦華語導覽活動 這次導覽活動 將帶您觀賞 許多從未展出的文物 例如邱書園的手稿 著作 畫作 印章 書冊和照片 以及維新運動領袖 康有為的親筆姓 印有清朝皇光緒皇帝 玉璽的對聯等等 同時你也可以通過 配語華語和福建化朗誦的形象 欣賞邱書園的詩歌作品 導覽活動將由國家博物館的義工 負責講解 團俄限定八十人 俄滿為職 有興趣參加這個導覽活動的朋友 請在座談會結束後 於五點十五分 在電梯處會合 謝謝 好 下面我們就言歸正傳 首先我們有請 本地著名歷史學者 柯慕林先生 與我們分享一個 多姿多彩的業績運 爆人心血施人類 勿忘業績運 大家歡迎柯先生 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客套話也不用說了 不過 還是要感謝各位來 我覺得這一次的那個講座 這個新州四才子 由我們四個人來分別講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們這四個人不是四才子 老是四人幫 因為四人幫必須有一個女的 對吧 今天呢 我所要談的題目是 爆人心血施人類 那麼 我還有一個 小標題就是 勿忘業績運 我記得在去年吧 去年八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天氣很日 我們在武漢 跟那個晚清燕 一批考察團 到了南京去尋找林一順的墳墓 今天那個館長 潘宣偉先生也在 那麼當時我在武漢 就接了一個長途電話 是宜和宣的主席打來的 那今天宜和宣的總是 李炳宣博士也在 他說 老柯啊 你認識葉劇嗎 我說 我當然認識 我說幹嘛呢 他說 我們找到了他的一個 我們找到了他的一個 琵琶 跟還有一個葉譜 那這個 我說 我眼睛一亮 我說 這個葉譜跟琵琶 你們找到了 我說是 那這個葉譜跟琵琶 啊 跟今天我們談的這個東西 有什麼關係呢 且暗下不表 但是我回來新加坡的時候 他就 送給我這樣的一本書 一二四集 那個編輯也在 裡面就有一篇那個 葉劇營的這個 這個東西 你既然是說新洲是材質 那麼什麼是材質 是什麼標準 選出來的 這個 這個問題可能是大家心裡 存在的一個問題 但是在你們還沒有問的時候 我先把這個問題 先把它排除掉 這一次我們選的四個人 基本上 他們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主要活動 在那邊 那麼什麼是材質呢 我也想了老半天 到底是什麼是材質 後來我看到韋毅兄的一篇文章 那我現在就拿來用 他對於材質的定義 我覺得很不錯 材質必須有四種情懷 什麼情懷呢 他必須有文學創作的情懷 他必須有 憂傷國難的這個悲情 有勇死懷骨的憂情 還有發動社會 推動社會發展的志情 那麼等一下你們可以檢驗一下 我們所講的這四個人 是不是符合這四個條件 好了 現在就談到 葉基英是什麼人 這裡給你們看一個 葉基英的簡單的這個履歷表 他主籍是安徽省 那麼少年到了廣東 所以他會講廣東話 他的職業是暴人 當時他這個就是 本來原來是在香港的中外星報做編輯 後來來到新加坡做了熱報的這個主筆 去世的時候很年輕 六十多歲 還沒有資格拿CPF 也不屬於建國一代 那麼既然是暴人 他也是私人 同時他也是這個醫學國手 還有書法家 金字專科家 社會活動家 然後精通這個樂曲 就回到剛才我說的 那把琵琶跟那個葉譜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在幾年前寫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我曾經談到說 葉基英他琵琶彈得非常好 而且善談葉曲六國風向 那麼我這個消息是什麼來的呢 當時我是 當我說葉基英研究的時候 我是訪問了那個熱報的法庭記者 洪景堂 他跟我說的 但是他這個只是口述歷史 沒有根據 那這個宜二仙這一次發現了一個葉基英的琵琶 再加上他的葉譜 第一手就是六國風向 所以可見我當時的那個 那個口述歷史也是正確的 我本身也沒有亂寫 不過也感謝一二仙對於我這段歷史的一個佐證 那麼葉基英既然是暴人也是私人 現在我們就要談他作為一個暴人 他的半暴的哲學是什麼呢 四個字 暴中之我 暴外之我 什麼叫做暴中之我 什麼叫暴外之我 葉基英他本身在 因為他是熱報主筆 他本身在那個熱報的那個社論裡面 他有對於暴中之我跟暴外之我 做了一個這樣的這個解釋 因為這個power boy我把它用紅筆圈起來 他所講的什麼叫暴中之我跟暴外之我 但是非常的不清楚 我就把它翻譯出來 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暴中之我一我也 暴外之我又一我也 暴外之我不可以放在暴中 暴中之我也不能夠移出暴外 暴中之我是眾人之我 所以他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暴外之我 是我真正的我葉基英 暴中之我也不是我葉基英的 就好像說當你寫一篇文章 通過報紙這個大眾傳播媒介 寫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是你的意見了 而是一個社會的輿論 所以他說希望各位在讀熱報的時候 不要把它當作是葉基英 不要把它當作是他個人的意見 而是一個社會的輿論 這一點到現在還是有用 所以這個辦報社學暴中之我跟暴外之我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好亂寫文章 因為亂寫文章 當你個人的意見通過報紙這個媒體 轉出去的時候已經不順你的意見了 而是一個社會輿論 那你看到葉基英他的筆名叫做新二生 很奇怪的一個筆名 我想了老半天這怎麼會用這麼奇怪的筆名 後來我因為喜歡到處亂跑 所以有一天我看到一樣東西 我覺得他這個筆名一定是從這個東西來的 這是什麼東西呢 是中國傳統建築的奎心門 你們有沒有看過奎心門 奎心門是那個 國內的朋友一定知道的 就是孔廟的第一道大門 就是這樣 所以他本身是以儒家 儒者 一個社會導師的姿態出現 這個我們可以看 從他的社論裡面可以看出來 你看他所寫的社論 教子弟 教人家怎麼誠實 不好驕傲 而且論交友要小心 要懂得報知恩圖報 那麼這個他原來以自己的社會導師的這個形態出現 除此之外 他對他自己的祖國就是中國 抱著非常大的一個一個信心 雖然當時中國這個國勢很弱 也許很弱很很很很很類憂外患 可是你在看他每一年新年 他就寫了一個新年記憶 就是好像元旦現實這樣 他在元旦現實裡面對於 這個中國的那個 他對他自己的祖國 抱著很大的這個信心 新年記憶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但是我找不到 他當時 那個 因為今年是甲五年 所以我就用這個甲五年的那個新年記憶 來給你們看 但是他現在我要用 引用他的新年記憶 不是甲五年的新年記憶 甲五年是1890年 我用的新年記憶是光緒32年 那個1906年的新年記 你看用這個紅筆 我把它構畫出來的 他多麼漂亮的這個文言文 我中國福二世一省之地 批三五富士之長 通商這六十年 這個立國也一時八載 再下來你看 福二萬里高根之地 有四萬兆 什麼靈秀之名 據二十六萬物產之多 為五大作富搖之冠 這個多麼漂亮的這個 這個 編題文 除了關心他自己祖國的那個 政治之外 他也關心本地的 那個 那個 局勢的這個發展 所以他每年有一個一個總結 好像是一年大四的這個總結 他比如說在1888年的時候 他總結新加坡的那個局勢 他就說 一位熱暴的這個出現 新加坡已經不像當年那樣的那個 那個 熟悉了 已經很有 一個優雅的這個社會 因為 我們知道早期新加坡都是很多 那些外來的那種移民 租宅 所以他說已經 沒有那種初術的那些這個這個味道 既然作為一個暴人 又是私人 接下來的呢 我要談的當然是 葉季營的詩 《雨軍畫冷延週夜》 葉季營雖然是樂報的這個主筆 但是他的詩歌 在樂報的出現非常的少 這個就是 在樂報他發表過的一篇 這個有關於這個他的詩 那麼今天 朱天壽教授我看他是古書專家 對於這個東西一定是很感興趣的 我這裡舉其中的這個兩手 來 來給你們看 因為這兩手可能是跟本地比較有關係的 第一手呢 就是 晚霞生 他是送給他一個朋友叫晚霞生 晚霞生是誰呢 晚霞生他是一個中國的官員 他的名字叫田軍 松月 是四川成都的人 他當時來新加坡的時候 葉季營去接待了他 他寫了這樣的一首詩 這首詩我非常喜歡 這個什麼意思啊 就是傳講的意思 他說這個 這個中國的房船 衝過了那個南中國海的烏煙漲氣的霧霾 來到了新加坡 晚霞 觀照 墓西岩 墓西岩 墓西是一個很好家具 他說 晚霞 這裡有兩個意思 是晚霞生 也表示是黃昏的時候 他有雙重意思 他說晚霞 光照 墓西岩 就是說這個晚霞生 來到新加坡的時候 我在一個很好的酒器上請了 請了他吃了一頓飯 也表示說晚霞 另外一個意思是說 在黃昏的時候 我請他吃 吃這頓這個晚霞 最後兩句我非常喜歡 雨菁華人炎周月 是否全身有聖言 他說 我為什麼跟你這麼好談呢 談到年夜亮都冷了 你知道新加坡很日 那個叫炎周 佐餅龍在新加坡當領事的時候 他自號為燕周冷藩 他說 我跟你談到 連夜亮都冷了 是不是 是否 全身有聖言 是不是以前我們還有一個 全世的緣分 還沒有了解 所以我才跟你這麼好談 所以 以後 你寫給朋友 雨菁華人炎周月 是否全世有聖言 這個聖言不是聖禮啦 另外一個就是 他本身是江蘇長壽人 他本身是江蘇長壽人 這個人他來新加坡 1889年10月來新加坡說 引起了整個新加坡 斯坦的這個轟動 新加坡之所以有股斯斯坦 我看是從1889年 魏壽生來到的時候才開始的 那麼 因為當時魏壽生是從江蘇過來的 那麼跟他在九七裡面 他就寫了這樣的一首詩 這首詩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他日歸去人相問 信道天南上有花 以為新加坡沒有美女嘛 其實美女都是在九樓 在牛車水帶 如果有一天回去的時候 人家問我說有啊 新加坡還有這個美女 信道天南上有花 剛才我談到的這個魏壽生來的時候 引起整個新加坡古典斯坦的這個熱鬧 當然還有新加坡中國駐新加坡領事 佐米隆的會選社跟熱鬧的這個報道 使到整個新加坡的古典斯坦 一直熱了起來直到現在 我們的助教授還在寫詩 他的他的舊詩寫得非常好 他常常WhatsApp到他的他的詩歌 OK 除了除此之外呢 這個葉晶的是他的書法 他還以為是一個醫學國所 可惜這個醫學報我只有他的封面 沒有他的內容 這本書已經試傳了 我不知道國家圖書館 是否有這樣的一本書 在reference book裡面 尚鴻應該是沒有吧 找一下 這個醫學報 他的地址是在馬六甲街 現在馬六甲街還在 但是這個門牌號碼可能已經沒有了 還有葉晶的本身的一個專課 中華總商會 中華總商會的八樓還是十 還是九樓啊 有這樣的一張照片是在九樓是吧 九樓的大廳 這張照片裡面就是1906年 中華總商會第一屆理事成立的時候 你們看得到葉晶營站在哪個位置上面嗎 認一下 這幾個人我只認了幾個 現在你們從不沒有辦法認得出來 第一屆的會長 第一屆的會長 這個了 武壽貞這個任的 還有這個 另外 劉金榜 雙齡市的主持這個 林炳祥 那張福建的那個名人 葉晶營在什麼地方 在這個地方 看得到嗎 葉晶營 他也是中華總商會的發起人之一 所以其實中華總商會應該 做一套這個 這幾個發起人的一些 歷史故事video 來 提倡這個 葉晶營 然後這邊還有一張歷史圖片 這個什麼地方 這個歷史圖片什麼地方 沒錯 養政最出名的是什麼 養政最出名的是什麼 養政協堂最出名的是他的樓梯 你看 這個中華總會在1946年的時候 就在養政 這個 他是在無爐俱樂部開會 然後走到對面 養政協堂那邊拍 那現在養政協堂樓梯在嗎 還在 就這樣 那養政協堂現在幹嘛呢 哇 空多 空多 OK 我談到了 一直談到樂報 到底樂報什麼東西 我可能稍微解釋一下 所以就 樂報應該是在1881年12月10日發刊 當時是傳東內亞 乃至全新加坡第一份環報 他在1932年3月31日停刊 維持了51年的這個歲月 樂報的那個創辦人 是一個爸爸 受英文教育的 生死都在這個新加坡 他這個人 以前如果你們有聽過我的演講說 都知道 他是來自顯赫的家住 他的祖福 他的祖福 是謝福濟 第17世 從馬力甲過來的 謝福濟就是 這個人 他是 新加坡福建幫的開山壁祖 是從馬力甲過來的 早期來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當時的橫山亭裡面 有送了一個匾格 這個匾格裡面 其中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提詞 是這樣的 張俊溥義 東山上營社大董事 張俊溥義 我搞了老半天 東山上營社 我起初還以為是 福建省東山縣 後來 去年我特地跑了一趟 東山縣跟福建 找這個地方到底是在哪裡 後來原來 張俊溥義 就是現在福建省的張浦縣 我跑到謝福濟的家鄉去 但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找不到 謝福濟他的曾孫 謝中華曾經擔任中華總商委 跟福建會館的這個會長 那麼當時的樂報在什麼地方呢 樂報館在什麼地方呢 是在元順街25號 元順街你們知道什麼地方 Dlawi Street 元順街25號 或者你們會說 柯先生你怎麼知道 樂報在元順街25號 這麼清楚 20號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我是從他的那個報紙裡面 你看他頭版那邊他有寫 元順街25號 就是樂報的報館 那麼元順街25號 當時樂報在的時候 他的樣子是怎麼樣呢 我也找到了一張歷史圖片 這個歷史圖片 你看那個安祥山還在 但是很有古味啊 現在的這個Dlawi Street 已經不成人形了 我現在再舉兩個例子 就是關於這個熱報的 他辦報的一個政治立場 這兩個例子就是一個是 假午戰爭的例子 一個是辛亥革命的例子 因為今年是假午聯 所以必須要提到假午戰爭 我曾經在義和仙的一個演講裡面 提到新加坡在假午戰爭前夕 北洋水師曾經來過新加坡三次 那麼這個是北洋水師的艦隊 來過新加坡三次 當時樂報對於北洋水師的訪問 他有什麼反應呢 文章社論 除了寫社論之外 還有報紙的Folab追蹤報導 在慈禧太后 就是假午戰爭的前六個月 慈禧太后做六四大事的時候 樂報還搖住慈禧太后 萬壽無疆在頭盤上 可是在甲午戰爭失敗之後 中國分盆離析 樂報就開始對於 這個北洋水師跟清朝政府頗有為師 你看他寫的社論裡面 他說這樣的一個水師 是否能夠打身上 我感到懷疑啊 等到丁魯昌跟鄧思昌 在1895年2月自殺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 對於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員 已經覺得他們沒有什麼用了 不知道整個中國的這個變劇了 到辛亥革命的時候 武昌起義成功 傳新加坡都在捧孫中山的時候 樂報的那個版面啊 開始做微妙的變化 你看這個是在 在辛亥革命之前1887年 熱爆的版面 他當時用了三種紀元方式 一個是大清的紀元 在這裡 旁邊有沒有看到 大清光系30年 一個是西元的紀元 一個是隆立的紀元 在這個辛亥革命的10月10號 武昌起義的那一天 一切沒有改變 還是大清先統 三年 一個月後 他就把大清先統改成 睡在辛亥 再過一個月 就變成了皇帝紀元 4609年 然後 再過三個月 就變成楊立的紀元 1912年 3月19號 再各一年 就中華民國 二年 這說明了什麼呢 這說明了 熱爆的立場 永遠是 平向當權派 偏 偏政府 跟現在的這個 媒體 報章 基本上立場都差不多 因為這也是 表示了這個 海外華人的一種 心態 他就是希望 有一個好的政府 把一個國家代強 在研究 我在研究葉基英的時候 我只發現一本書 這本書 就是我的恩師陳立聰寫的 南南第一報 還有 柯慕寧寫的一些閃片 關於葉基英 其他好像沒有了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可以多多對於葉基英 在家裡研究 當時葉基英是住在豆腐街 豆腐街 這條街已經沒有了 但是有一首 有一首詩 是邱鋒俠寫的 他當時寫給葉基英的 葉永翁就是葉基英的另外一個名字 他這首詩裡面 他連找過船流域 失誤人巡豆腐街 我也的確是找過豆腐街 而且拍了一些豆腐街的這個舊影 在猜之前 我是跟誰去呢 我是跟陳立聰去的 當時去了豆腐街之後 陳立聰還寫了一首詩送給我 豆腐街頭七影處 就是表示葉基英在那邊 豆腐街住過 斷橫殘壁半生年 那個時候已經很爛了 我們去的時候 在城市重建 要開掉了 現在當然沒有 豆腐街現在就是在 那個唐人坊前面的那條街 暴人心血失人類 最往牢租四十年 所以暴人心血失人類 這個就是 這題目就是這樣來的 孟達波隆有沒有來 他最近剛退休 我就寫了 因為他在找報 做了差不多將近四十年 我就WhatsApp給他 微信 暴人心血失人類 最往牢租四十年 他說他非常 很有感觸 記得幾年前呢 就是當養生學校 在拼命吹顯性海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說不要把葉劍忘了 後來養生學校的校友 那個何乃強博士 就 何乃強醫生就回了我 養生沒有忘了葉劍 今天 大家 來這裡出去 也沒有忘了 這個葉劍 希望出去的 聽了這個講座之後 你們對葉劍更加有影響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達到了我們辦這個 新洲四財子的這個目的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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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